又鑑於早前清衣長康村康美樓的Y2型設計公屋 懷疑因為廁所排氣管接駁訓渠未有蜜蜂而傳播病毒感染 有不少人擔心病毒會否在同類型的公屋或居屋爆發 有網上的裝修平台組成了義工團隊 為香港16條Y2型公屋及居屋村進行上門的免費檢查 作為我們這個行業用我們的專業知識去做這件事就很值得 如果Touchwood 還有一些類似的情況 我們又會想一些類似的東西可以發揮到我們專業 又可以真的幫到現在的環境 義工團隊每逢星期六或日便要分組上午和下午兩段時間 為每一個屋苑最多約300個單位進行上門檢查 出發前團隊會先進行自外消毒和戴上口罩、手套等等的防疫裝備 Andy 和三文就表示 今次服務是由磁牌的水喉師傅負責 主要檢查單位裡面的浴室和廚房等等的去水位 排氣管和隔氣有沒有漏氣的情況 如果發現喉管出現輕微漏氣和損裂 就會進行擠膠或者補油灰等的簡單維修 同時也會教授護主一些簡單又實際的防臭味和氣體入屋的小方法 同時會因應單位當下的情況 建議需要維修的地方和退還以赴的訂金 更加會在一些經常接觸到的地方 例如門柄和鐵閘噴上有消毒殺菌作用的光燭煤噴霧 Andy 和三文就表示 一般居民對於自己家居的隔氣和排水系統是零認識的 即使喉管出現了納磁或者有啡色狀的污漬 護主一般都未必意識到家居存在的危機 目前其實就我們完成的服務數量已經過百間 其實已經登記了的是接近2000個 我們第一階段目標是先完成了16條Y20村的4800個單位 公司在短時間裏面是一天起個網站 一天去出Marketing 跟著同一個禮拜裏面已經去服務第一條村 其實整件事上面 我們平台那個同事的動員能力投入都真是很快很迅速 亦都是這件事是我們真是很想做去幫到人的